大家听说过黑暗森林法则吗? 有人说整个宇宙就像一个黑漆漆的大森林 而森林里的每一个文明都像是一个拿着枪的猎人 这些猎人都很怕别人发现它们 因为一旦它们被别人看到就可能会被消灭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这个大森林里 每个猎人都不知道其他猎人是好是坏 他们也不能确定当他们看到一个新的猎人时 这个新的猎人会不会因为害怕他们而先开枪? 所以为了自己的安全 每个猎人一旦看到其他的猎人就会选择先开枪 这就是黑暗森林法则的意思 它告诉我们在这个大宇宙里 文明之间可能是很危险的 但请记住这只是一个小说里的设想 我们并不知道在真实的宇宙中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法则更像是一个有趣的思考 帮助我们去理解可能存在的宇宙文明之间的关系 黑暗森林法则是一种假想 但它反映了人类对宇宙和自身未来的一种深刻思考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可以借鉴黑暗森林法则的一些思想 来提高我们的生存能力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 例如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犯罪活动等 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提高防御能力才能在各种危机中生存下来 在黑暗森林中暴露自己存在的文明将遭到攻击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学会隐藏自己的实力 不要让自己的对手知道我们的底牌 在黑暗森林中单个文明很难生存下去 因此我们应该建立盟友共同应对威胁 总的来说 黑暗森林法则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需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寻找机会并且在做出决定时 要考虑到可能的后果 这种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在职场道德和社会生活中 更好的生存和发展